在硝烟的带领下 新生队战胜了黑煞队 面对最后的老生队伍白煞队 硝烟改变战术 以四对一围攻其队长斗灵罗侯 而薛烟的受伤 让硝烟不顾一切施展出小型活怒活怜 硝烟的强横实力再次刷新众人对她的认知 即将前往的内愿又将给硝烟带来怎样的际遇 这片都是新生曲 前面便是你们小队今后的住所 你们小队应该还有一名队员呢 跑了呗 看见黑煞队实力强横 就把我们抛弃自己跑了 真是个目光短泉之人 这内愿中除非实力极端强横 否则仅凭个人单打独斗 恐怕太过艰难 老生们可是各自划分势力地盘 这些东西讲必你们很快就会遇上的 这次火能烈捕赛 你们应该也明白了 一个团队的战斗力能有多强 特别是你们四人 一个人的力量无论如何也比不上一个团队 更别提这个团队里 还拥有一个值得信任的队长 肖炎的实力我信服 也是啊 跟这家伙在一起 虽然不想承认 但确实挺有安全感的 你们呀 倒是赖上了 你们可以进去好好休息了 有问题随时来找我们 长老 没有修炼课程的吗 内院不需要那种东西 只要你们有足够的火能 便能进入天坟炼气塔中修炼 那比任何课程都惯用 收拾房间吧 这里以后 或许就是我们的长期根据地了 终于回复过来了 这佛弩火炼的消耗着实太大了 不过这将近一周的森林战斗 好处倒是不小 给 小家伙 老师 您可探查到了 云楼心炎的下落 进入内院后 我隐隐感觉到 在此偏北之地 有过异样气息 异样气息 嗯 或许真是你所需要的东西 嗯 那好 明早 我便去探查一番 是 偏北之地 应该是这个方向 快快快 马上就要开塔了 是啊是啊 去晚了就想不到好位置了 嗯 开塔 啊 难道 那就是天分灵气塔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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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温度 走走 我们快去站到很温室 走走走 我们兄弟兄弟了 走走走 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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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真够古怪的 塔里明明充斥着炙热之气 偏偏去用带寒气的材料凶住他身 浪费 里面的不败 红帅 快 秦 藏 他的 这 这是怎么回事 他 该死的 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 可恶 给我停下来 请连地心火 干嘛的 我身体内有清连地心火保护我 寻找火焰根本不可能进入 这该死的东西是怎么进入体内的 无形火焰 老师 无形无色 皆形而形 无迹可寻 这是陨落心炎 陨落心炎 那我岂不是能吞噬的 陨落心炎 不要急动 怎么了 老师 不对啊 这样的形态确实是陨落心炎的表现 可为何会比清连地心火弱 这缕火焰似乎并不是陨落心炎的本体 不是本体 什么意思 他只是陨落心炎投射在你内心的分体火焰 就算将其吞噬 也不可能达到进化焚绝之效 这有什么好失望的 陨落心炎既然能在你内心投射出分体火焰 这说明他 就在这座塔中 不错 也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何内院的学生 在塔中修炼会有如此快捷的速度 和陨落心炎有关 自然有关 你撤取清连地心火 运转斗气 从这缕无形火焰之中穿过 从无形火焰之中穿过去 能将虚散的斗气凝食 是斗气爆发出的力量叫之前庞大虚无 再来 每年都有这种莽撞的心伤 活该吃苦到 真是个蠢货 心伤出入内院 自然不懂这里的规矩 有何好笑的 好 还有时间 第一次进入天坟炼气塔 遭遇新火焰烧测试 若没有长老出手 这位新生恐怕会被烧成焦炭 快去通知找老 是 我们已经缴纳过两方势力的纳贡费了 别以为我们不知道规矩 新生最多只用给两方势力 我们白帮还想收取纳贡费 找他们要去啊 我们可没那么多火能 你们新生 在火能猎捕赛上不是挺厉害吗 拿这么多火能可是会烫手的 今天要是不交 就让你们见识一下 什么才是真正的内院规矩 那我还真想见识见识 五号 别冲动 君儿 五家 你们不如随我一起加入白帮吧 这样不仅能保住火能 以后我堂哥也会罩着我们 在内院里 就不用担心受人欺负了 用不着你这个吃里爬尾的叛徒来操心 要火能 没有 若没有其他的事 便请离开吧 我们新生区 并不欢迎你们 对 这里不欢迎你们 快点离开 你好 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就是啊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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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一让 让一让 柳长老来了 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家伙 出进天坟练祭塔 也不预先报告一声 这骨头吃的冤枉啊 柳长老 月丫头也在这儿啊 你这次是打算进入第几层修炼呢 第六层吧 第六层 这能至少要六星斗银方能下去啊 看来不出几年 月丫头便有资格在内院竞选长老了 这等天赋与速度 着实让人惊叹啊 柳长老过奖了 全靠在天坟练祭塔中修炼罢了 柳长老 还是先让这位新生脱离星火炙口吧 不然她身体可承受不住 岳丫头 当年你第一次进入天坟练祭塔时 在新火炙烤中坚持了多久啊 十七分钟 这还是柳长老当年 您提前提醒我的缘故 初入练祭塔经历的新火炙烤 其实便可判断其潜力如何 若我所猜不错的话 这个年轻人便是那个硝烟吧 在火能列骨赛中领导新生 将老生队连同黑白双煞队 你全部打败的那个小家伙 他就是小人啊 就是他啊 他 他消失了 这只是一缕极为弱小的投射分体 产生的净化能量很少 仅能支持你净化这些斗气而已 不过 他还会温元不断地出现 亲戚一缕投射分体 就能让我的斗气精进 云露心烟对我的帮助 恐怕比清灵地心火还要大 柳长老 已经将近十八分钟了 这番对心火的抵抗力已经很好了 在内院中可找不出几人 一切算不错了 好 从来吧 不好 把枪快散开 走 好个萧嫣 难怪提及你是 那些老家伙总是神秘兮兮的 原来是奴 真是个受上天倦国家族 竟然凭借自己的力量 从第一次星火炙烤中清醒 萧嫣 这么多年来你可是第一人 你是 我是天坟炼气塔第一层的首塔长老 你唤我柳长老便可 晚辈萧嫣 见过柳长老 您这是 没事 没事 操控火焰时不小心出了岔子 你们都待在这儿干什么呢 还不趁早去修炼 是 是 来 萧嫣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内院阅灵帮的帮主韩月 这次也是她发现了 你陷入新火炙烤 派人前来通知我的 多谢了 韩月许姐 不用谢 这内院中可只有少数几个人 能与岳丫头握手啊 既然没事了 那我也先告辞了 小炎小子 你新来内院 还不知道炼气塔的规则 若有时间 听我与你讲讲吧 那便多谢柳长老了 在这天坟炼气塔中 高中低级别的修炼士 得靠实力争夺 实力强 则能获得最靠近中心的 高级修炼士 实力差便只能去最外面的 低级修炼士 同一层塔内 不管修炼士的级别如何 他们的修炼费用都是一样的 花费相同费用 所获得的成效却天壤之别 岂不是会让强者越强 弱者难以追赶 不面临困境 人的潜力又怎能彻底爆发 只要压抑到了极致 总会有一些彻底爆发的学员 以极快的速度 追赶上以前 难以成功的强者 这种情况 几乎每一年都会在那里 确实 几乎几乎几乎成功 3 5 3 5 3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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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刚才那到底是什么 气息也太恐怖了 看样子似乎是你的清活 把他引出来的 是 你说那东西是 没错 他便是陨落心炎的本体 怪不得气息如此恐怖 他这是怎么回事 这不明摆着 内院拿他的分体灵气 来催炼学员经脉 提炼斗气 这就是内院学员 修炼迅速的秘密 情人把陨落心炎圈养起来 真是一高人难大呀 我看 这是在引火烧身啊 虽然那空间牢笼 竟是斗尊强者所设 但陨落心炎可是毁灭的力量 而且看样子还凝聚出灵智 迟早是要破龙而出的 到时这天坟炼气塔 怕是顷客就被毁了 不过内院那些老家伙 肯定会阻拦他的 到时或许便是我们的机会 我看这是一两年内的事了 我们得为那一刻 及早做准备 我明白 绝不能错过这机会 不过 这一伙就算得到了 又怎么练花 看他那气息 窦黄也不是他的对手 的确很困难 但也没法子 除非你愿意放弃陨落心炎 去找其他一伙 那倒无所谓 开什么玩笑 一伙哪有这么好找的 这便是薰儿学妹吧 果然姿色不凡 那硝烟虽然带着你们 在火能猎谷赛获胜 可惜以他的实力 在内院什么也不是 跟着他怕是耽误前程 只要你加入白帮 我会好好照顾你 不劳你都费心了 好个倔强脾气 外山 那就让他们瞧瞧 新生与老生的差距 上 年轻人的差距 让你们硝烟虽然帮你 让你听到风声跑路了 白山 真没想到你的脸皮 竟然厚到这般程度 以前我还真是眼拙了 除了依附别人 你还能做什么 你 你就是萧衍 斗灵强扯 我最后再说一遍 纳公妃立刻上脚 活能一个子也不能少 若是不能 那便打到你们听话为止 这样吧 我们单挑 你赢了 我们交出所有活能 若你输了 白帮三个月内 不许再找我们新生麻烦 敢接吗 佛豪大哥 别答应他 那家伙有一些底牌 上次用起来 连罗侯都败在他手中 罗侯不过刚进入斗灵而已 打败他算不得什么 我们换个赌注 我赢了 你们所有人的活能全部上脚 外加他 佳人我白帮 若你输了又会怎样 若我输了 我答应白帮 半年不找你们麻烦 如何 萧原哥哥 和他比 对 和他比 对 和他比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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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他给他给他 熊儿 半年后 我会扫出白宝 开始吧 这硝烟啊 还真是不自量力 是啊 今日就让我瞧瞧 你是否如传闻命乱情 天火三悬变 青莲变 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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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可以 原来是强行提升势力啊 怪不得能打败罗豪 不过这种无法持久又伤身的法子 就是你的底牌 今日让你见识一下 是不是真正的斗灵强者 小言 能不能送到了你家户吗 不知道 现在还看不出什么 果然有点本事 难怪如此嚣张 虽然现在短时间内能与傅欧正面看好 可一旦清廉变得提升效果退去 我就赞产的贼战 啊 啊 嘿嘿 那就一招解决吧 虚虎碎金炎 虚虎碎金炎 爬 走 巷英学长赢了 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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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豪输了 把人带走吧 记住跟他的赌约 富豪这蠢货 以为三星到零就无人能敌了 是不是白宋萧宁伴您传戏时间 走 平方 好了 没事了 萧嫣学长 这次又多亏你了 大家都是兴生吗 下次老生再来欺负人 只管叫我 不过很多老生 因为火能裂捕赛的事 心里都很不平衡 老来找我们的茶 我们如果 如果事事都仰仗萧颜学长 也不是办法 萧颜学长 不知道 您是否有在内院 创建一方自保势力的打算 萧颜学长或许也该知道 内院里除非一个人势力极强 不然单独混的话 会有些难以避免的麻烦 只有竞争力够强的势力 才能获得天坟练气塔的 高级修炼场地 叶儿内院才会大小势力 为促宗复杂 你是想让我把新生拉拢起来 创建一束新势力 以萧颜学长 如今在新生中的声望 完全有可能 如果萧颜学长有此打算 那我们就跟着他 这样我们新生 就有自己的势力 不用再怕那些老生欺负了 说得好 只要萧颜学长带头 我们都跟你 反正那些老生 也看我们不顺眼 如果我们有自己的势力 又何必去别的势力 守他们的鸟气 是 就是 萧颜学长 你看 大家都很支持你 萧颜哥哥 阿太说得有几分道理 我们新生 确实要有一个 自己的势力来自保 萧颜哥哥若是怕麻烦 到时候 一切交给我 与虎家姐姐管理便好 反正 我们早就是一会儿的 你拉什么势力 都算我一份 来 既然大家信得过我 那我就带大家 一起在这内院立足下来 为自己 也为了你们 我们合力一次 那萧颜学长 以后就是我们的头了 头 给我们的新生势力取个名吧 我希望我们这支新生势力 能像磐石一样 屹立在内院强者之类 就叫盘门好了 盘门 大家听到没 从今天开始 我们便是盘门的人了 盘门 盘门 现在的情况 大家都清楚 白帮不会善罢干修的 半年后一定会来报仇 这半年内 我们必须尽快提升实力 到时候 才不会任人鱼肉 所以 从明天开始 所有盘门成员 都要开始进入天坟练吉他 去修炼 是 本来我不会败得这般窝囊 谁料那家伙 竟然还懂得声波斗机 对 这小言简直卑鄙无耻 听说他还带着新生 成立了盘门 这明摆得不把我们白帮 放在眼里啊 没错 这场子必须特 还嫌丢人丢的不够 还嫌丢人丢的不够 若非你随便许诺 现在我便能出手收拾这帮新生 可如今约定早已在内院传开 我再出手 岂不是落人口舌 这内院里等着看我们白帮出丑的人 可不少 诚哥 你真想给硝烟他们半年时间 半年 他们也成不了什么气候 只要时间一到 我会亲自解决这个硝烟 神秘的天坟炼器塔内 竟然溢出陨落心炎的气息 这更坚定了硝烟探寻到底的决心 为了老师 也为了自己 硝烟绝不会对其放手 与此同时 白衫带着白帮的豆磷富豪等人 来找新生的麻烦 关键时刻归来的硝烟 历挫富豪 捍卫了所有新生的尊严 最终硝烟在新生的拥护下 常立内院新势力 盘门 那不就是新成与的盘门吗 听说啊 他们领头的硝烟昨天刚打败了富豪 是吗 还真有两下子啊 大家都知道 第一次进塔 会有星火淬炼的考验 昨天我也把应对方法交给大家了 现在离塔门开启还有段时间 大家再抓紧复习一下 明白 让开 让开 没长眼啊 让开 快点儿 头儿 是白帮 白城帮主亲自来了 看样子 还是来找硝烟那小费气的 哼 等着看好戏吧 来 酒下菜 快点儿 快点儿 你就是硝烟吧 常听白山提起你 今日一见 果然气势不凡 白城学长 休养了 帮你 消炎哥哥 百晓 你干什么 不用着急 我只是和消炎学弟切磋一下而已 在内院 这种事情有什么好奇怪的 啊 白城学长 不愧是名列强榜的高手 今天这一支 消炎记住 来日定请学长收获 只要你有那本事 我白城随时恭候 不过我要奉劝你一句 内院有内院的规矩 将你这样没有实力 还敢这般狂妄嚣张 只会是自取其辱 别人没本事嚣张 你白城就有本事了 那你怎么不去找林修衙 颜昊这些 强榜前十的高手耍威风啊 哇 是韩月学姐 学姐说我还是小伙子 韩月学姐怎么护着她呀 小眼这小子走的是 哪门子高时渊 就是 韩月 要你来管什么闲事 瞧你欺负一群新生 有些看不过去而已 哼 白身说的不假 你女人缘的确很令人羡慕 希望半年后 你别又躲在女人身后 站住 半年后 白帮解散 多谢韩月学姐 替我盘门出头 今后若是有需要帮忙的地方 硝烟定会竭尽所能 快逃 快逃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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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走 那白帮 你可是要多加小些 走 走 进塔 柳长老怕你们还不熟悉这塔内的情况 特让我来带你们去修炼室 是 心火淬炼虽然能让你们快速增长实力 但心火中含有一种极其微量的火毒 也会同时被吸收到体内 所以按照规矩 你们必须在这一层修炼一周以上 适应了火毒才可以往下一层修炼 越往下的心火浓度越高 火毒也会越强 这火毒不能用痘气化解 只能靠时间磨合 所以你们最好修炼半天 便回去休息一夜 第二天再来 否则火毒积累过量 受损的只会是你们自己 多谢导师提醒 我们开始吧 看看我们之中 有多少人 能够在这第一次修炼中进击 看来在这里修炼一天的费用便是一个火能了 是 哼 薰火会源源不断地进入你们的体内 过程虽痛苦 但千万别跟薰火对抗 让它淬炼你们的筋脉骨骼 提升你们的实力 这里的信火能动 比净踏实的信火催脸强上许多 记录体验的过程虽然痛苦 但用来催脸精外鱼骨骼 提升实力 倒是再好不过了 身体的規模 封码 使用封码 一封码 人鱼骨骼 一封码 Ach,一封码 一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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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那股气息 难道是 没错 应该便是陨落心炎的气息 可惜有风硬干扰 无法探明其具体情况 萧炎 着急会进入炼气塔的 更下层修炼 早一天晋级之斗灵 日后争夺陨落心炎 才更有把握 我晋级了 各位 我晋级了 我也晋级了 我怎么没晋级 你别抱怨了 我不也没晋级吗 等级越高 晋级所需要的时间也就越长 或许你们下次入塔修炼 便能成功晋级了 但愿吧 难道 这便是被火毒侵蚀的体现 正如导师所说 出入塔中并不能长时间持续修炼 你这小女友 应该也有什么宝物护体 所以才没事 就像你有清廉地心火护身 自然也不用担心火毒入侵 刚刚应该是闭塔的钟声 大家赶快出塔吧 否则火毒过度累积 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是 逃 可恶 若不是担心火毒 我真想在这儿住上进去 别做白人梦了 快走吧 小颜哥哥 我们走吧 行 放心吧 他们的事情交给我们三人 小颜哥哥只管安心修炼便好 那我先回去了 还好有这清火金卡 才能顺利进入第四层 这件也满了 没想到 这第四层的修炼师这么强手 好 终于找到一件空的了 他不是要进去跑 不是跑 越往下走 这新火能量也确实更加浓郁 走 怎麼會 下次再趕亂看 小心你的眼睛 菲兒 可看來又有不開眼的傢伙 佔了你的專屬修煉師 蕾娜 對人客氣點 放心吧 我只是讓她明白一些道理 柳青大哥說了 讓我保護你 我絕不會讓你受半點委屈 哪個不開眼的 敢佔著我們柳菲小姐的修煉師 一面的傢伙給我出來 你有寶子來硬的 閣下這是何意 小子 新來的 難道不知道這間修煉師 旁人不准動用嗎 可天坟練吉塔的規則裏 並未表明這間修煉師 旁人不准動用 沒其他事的話 不要打擾我修煉 閣下請慢 有事 這位同學 抱歉了 這間修煉師 是我的單獨修煉地 這是內院給你的特別對待 如果你能拿出證明 我對先前的戰友給你道歉 小子 有種 還有你 難道你不知道 這班大的雜門 會對裏面修煉的人造成干擾 甚至被迫推出修煉狀態 這箱子不要命啊 是啊 這箱子不要命啊 是呀 別看了 快走快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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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養了好幾天 今天總算可以好好鬆下筋骨了 四行多練 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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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你立刻給菲兒道歉 滾出修煉室 並且以後再也不踏足這片高級區域 我就大發慈悲 放過你 烈藥師 難怪這麼囂張 不過區區一個大鬥師 想聽這東西打敗 還差了點 那你就試試 這箱子居然能同時使出兩種火焰 小子 哼 小子 我今天便好好教你怎麼在內院做人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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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大鬥師有點實力啊 雲娜可是四行到零啊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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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玩了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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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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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白帮眼中钉的萧炎 遭到白诚的暗算 这也坚定了萧炎 要尽快变强的信念 为了尽快提升实力 萧炎决定前往天坟练气塔 更下层修炼 本想专心修炼的萧炎 却遭到柳飞 雷娜等人的独立打断 面对嚣张的四星斗灵雷娜 佛怒火莲再度绽放开来 现在想走 完了 住手 你们在干什么 鹤长老 他怎么来了 是啊 这种小事 鹤长老 怎么惊动了您老人家 这里只是普通的切磋而已 普通切磋 若是再来晚点 恐怕就得出人命了 小家伙 先把你手中的火链化解了吧 这里的事 我会主持公道 前厅长老吩咐 你便是萧炎吧 小子萧炎 见过鹤长老 这里究竟发生了何事 鹤长老 贝尔朝用的这间修炼室 今天被人霸占 雷娜大哥只不过为贝尔考个公道 可曾想 萧炎下手竟如此狠毒 做不是鹤长老您阻止 雷娜大哥恐怕就要命丧于此了 小爷 你说说吧 我进入这间修炼室时 里面并无人使用 按照天坟炼器塔的规矩 我付出相应火能 就能在里面修炼 谁知这个叫雷娜 不遵守塔内规矩 强行咱们 虎脚蛮缠 硬说这间修炼室 是这位女子的专手 小子虽然不惹事 但也不怕事 他们既然要战 我自然奉陪 雷娜 身为学长却不守塔中规矩 责罚三十天火能 三间内较轻 否则一个月内 禁止进入天坟炼器塔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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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妃 你虽不是主犯 却又怂恿之错 责罚十天火能 三天内较轻 否则处罚同上 小妍 虽事处有因 可你下手过狠 责罚五天火能 以示警戒 是 小妍甘愿受罚 可你下手过狠 可你下手过狠 以示警戒 柳妃之宝人 一直霸占着火能最充裕的修炼师 总算有人给我们出了口气 就是 小妍甘愿 我心被听了 大长老 你对萧嫣的判决是否太轻了 且昨天下死手 可是要被禁止进入天坟炼器塔的 不得了 若是不服判决 可以去找大长老或者院长 今日之事到此结束 日后 若再有人不守塔中规矩 定当从中处罚 小家伙 下次与人切磋 不要再这般拼命 想要立威固然是好 可也别过犹不及 小爷 今日之事 我记住你了 不打你 因为你是女人 若你是男人 下场只会比雷娜更惨 你给我等着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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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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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可院长在外游离 谁也不知道他身在何处 北面黑角域那几大势力的动静 必须随时注意 对了 柳长老 那个拥有一伙的小家伙 如今怎么样啊 正在他那兄弟 或许是因为他拥有一伙的缘故 竟然不怕祸毒的侵蚀 我也照大长老的吩咐 给了他足够的关照 一个陨落心炎便让我内怨崛起 而这不到二十岁的小家伙 却独自拥有一伙 当真让人羡慕啊 诸位长老 以后尽量给这小家伙方便 或许日后陨落心炎的暴动 我们还得依靠他的力量 不能小看一伙的能量吗 如此奇物距天地之灵而生 一旦不慎 恐怕内怨要面临灭亡之祸呀 是 是 他要进棋了 这个家伙 不吃不喝的 修炼了近四天时间 真是个怪胎 我今天打听过了 这个家伙还是今年这届的新生里头人物 名叫硝炎 实力很强 据说连百邦的富翱都是被他打败了 原来他就是硝炎 对于他的传言 我原来还有些不信 可如今一见 看来应该不假 嘘 小声点 别打扰到他晋级 不然我们就麻烦了 嗯 快点成功吧 来吧 一鼓作息 看来这努力没有白费 请问 我修炼了多久时间 四天 才四天 便让我突破这七星大斗石 这陨罗星炎 果然有着无穷奥妙 这分化体便能够让人提升到这般速度 若是占用本体的话 那修炼速度将是何等可怕 也该回去修整一下了 不错 在练器打呆了四天 不知熏儿他们如何了 这些家伙 是什么势力 难道又是来找麻烦的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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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好 作品 你可回来了 你们 是盘门的人 你不记得我们了 可你们这徽章 噢 薛儿姐说了 咱们盘门哪 应该有属于自己的徽章 这样才能加强成员 对盘门的归属感 这个妮子心还挺细的 薛儿在吗 嗯 薛儿学姐在 草儿 您回来了 那是 涛儿 那是我们盘门的护卫队 不仅每天两人站岗守卫住宿区 还有六人待命 应对突发情况 其他成员 被薛儿学姐派遣自由行动 趁早摸清内远行事 涛儿 你就自己进去吧 我得赶紧回去站岗了 薛儿学姐说了 只要放哨满三天 而且期间没有出现 意外事故 便是能够领导一天的火能 现在这活儿 其他弟兄们都抢着来呢 走了 这妮子还真是有魄力 居然拿火能出来做奖励 睡懂了 魔鬼 这妮子还真是聊天 我 灭 吧 小云哥哥 小云哥哥 你可算是回来了 星儿 不错呀 没想到这才四天时间 便是将盘门打理得有模有样 我还真是小看你了 这也有虎家姐的功劳哦 这盘门会一张还真是漂亮 好 逆子 我的呢 少了谁的也不能少了小云哥哥的 在这儿呢 来 怎么了 逆子 怎么神神秘秘的 让你见一个人 小姐 起来吧 琳琅 小言小友 别来无恙啊 相比斗技 老夫还是喜欢锦身 少婆 日后时机到了 你自会知道 你们怎么认识 小言少爷 自从你离开乌坦城之后 不到半年时间 我便听从小姐的派遣 一路暗中保护你 好在小姐在迦南学院 未曾出什么岔子了 否则 我恐怕会受到家主 最严厉的惩罚 你呀 也太小瞧我了吧 灵老 上次分别仓促 此次见面 萧嫣再次为宁老的出手 说声感谢了 萧嫣少爷何必客气 我也只不过是奉命行事 萧嫣少爷 萧嫣少爷 你父亲失踪的事 的确与我族无关 应该是另有其人所为 难道还是玉兰宗 你来走 你来走 我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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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忆选了 云岚宗 我迟早会回去 将此事 查个水落石出 我会让人注意云岚宗 香颜哥哥 也别太过着急 安心修炼才是正途 嗯 我明白 来 凌朗 小子先告辞了 兄儿 我先回去了 凌朗 你似乎知道一些 与云兰宗有关的东西 这个一直归宿在 迦马帝国中的势力 似乎和那些家伙 暗中有一些 极为隐晦的来往 那些家伙 你是说 魂殿 硝烟利用佛怒火灵鱼威 重创雷娜 在内院中 逐步竖立起盘门的威严 借助神秘的天坟炼气塔 短短四天 硝烟便成功晋级七星大斗师 看到盘门在薰儿的管理下 秩序井然团结奋进 出塔归来的硝烟十分感动 琳琅 你似乎知道一些 与云兰宗有关的东西 这个一直归宿在 迦马帝国中的势力 似乎和那些家伙 暗中有一些极为隐晦的爱望 那些家伙 你是说 魂殿 这云兰宗 怎么会与他们纠缠不清 不清楚 不过似乎来往时间不算长久 此事云兰宗内知道的人也不多 朕知连宗主云运也不知晓 不然与他和萧颜少爷的关系 不可能什么都不表现出来 如果他们真和云兰宗有牵扯的话 那么萧叔叔的失踪 定会与他们有关 毕竟他们也知道 萧家有着纳要事的一部分 那些家伙明知 我们与萧家的关系 却还敢如此肆意妄为 当真是越来越猖狂 小姐 您在萧家十几年 家族本意 是让你暗中取得 萧家那部分的钥匙 可您却一直没有提供任何消息 族中已有不满的声音 若非是碍于萧家祖辈 曾与族中有过血氏 恐怕有人打算 不用理会他们 云兰宗和那些人的牵扯 就暂时不要告诉萧颜哥哥 等他有实力云兰宗抗衡 再说不迟 是 你先离开内院吧 倘若有事我会换你 是 小姐 人启家祖辈如 对 你吃饿了 那些点 我 духов脆 你吃饿了 我吃饿了 你吃饿了 小元哥哥 勋儿 你怎么来了 这 这是驼舍古地玉 你 认识这东西 小元哥哥 这玉 你从哪里得来的 家族迁移是长老所给 让我保管 怎么了 这玉 日后你不要在任何人面前拿出来 记住 是任何人 大陆上或许认识这东西的人只有极少数 可若被其他人知道了 必定会立刻招来杀身之祸 甚至 连这迦南学院 也说不定会眼红出手 这东西 不是我萧家族长的身份象征吗 算了 不要管族中的任务了 这补玉现在是霍之萧叔叔生死状况的唯一物件 让我从萧嫣哥哥手中取走他 我办不到 只要等到萧嫣哥哥有实力与云兰宗抗衡时 我会将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 包括薛儿背后的势力 以及和萧家的渊源 我相信你 我也期待你对我毫无保留的那一天 老师 我知道你想问与那驼蛇古地狱有关的事情 但是这东西连我也只是模糊听说过 倒也从未见过 那老师可知道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我所能告诉你的便是这驼蛇古地狱 或许与万年前那个驼蛇古地有些关系 驼蛇古地 是一个人 或许成这位神都不为过 难道他 他是一名斗帝 抛开已经遗失的上古时期不谈 如今的时代 除了万年前的这位驼蛇古地狱 斗骑大陆上还未出现过第二位斗帝 斗圣与斗帝 虽一劫之差 却是天地之灭 你手中的驼蛇古地狱 或许便是那位传说中的驼蛇古地 所遗留之物吧 而且看模样 它还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但光是它前主人的这个名头 便是足以引动大陆强者 趋之若鹜的前来抢夺 驼蛇古地 怪不得驼蛇 让我不要在任何人面前 拿出这东西 我们萧家 怎么会和这等强者扯上关系 此事关系重大 知情者只有我们三人 想必不会泄露出去 日后这块骨玉 或许对你有帮助 可现在 与你的实力 还远远不足以触摸到它的奥妙 斗地什么的 离我太遥远了 如今我只想进入天分炼气塔 闭关修炼 尽快提升实力 成功夺取引了新颜 五号 你绝不能再去竞技场了 他们的火能都快被你输光了 你让我们拿什么给大家发火呢 你就别怪他了 我们再想想办法吧 最近我不是胜率越来越高了吗 等再过不久 应该就能将损失地转回来了 等你转回来时 盘门恐怕已经因为给不起内部奖励 而信玉大师了 大家这是怎么了 一早就愁眉苦脸的 萧嫣 你可算来了 出大事了 盘门奖励成员的火能 都是我们几个人自讨摇报 轩二的已经被用得差不多了 他最近可一天都没进天分 练习塔中修炼过 都怪这家伙 把盘门本就不得的火能 全输出去了 萧嫣哥哥不用多想 你如今是盘门在外的门面 没有你在外的震慑力 不管我们施展什么措施 这盘门都是难以起来的 我有一个办法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 学弟 过来看看 既然内院可以销售丹药 来换取火能 那么便请盘门兄弟购买药材 到时候我来负责炼汁丹药 这样一来 可以暂时缓解盘门的火能危机 谁本卖给你了 这交易所不仅规模大 售卖之物比起黑角玉 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真不愧是迦南兄弟 小家伙 前方第八个堂位 过去瞧瞧 我这儿还有啊 我这儿还有 我这儿还有 多的事啊 这人浑身充实着一股火爆力气 这人浑身充实着一股火爆力气 看实力 这人浑身充实着一股火爆力气 青木仙堂 炼制地灵丹的必备之物 老师 我们运气也太好了吧 不买就不要乱碰 火毒蜻蜓 谁说我不买了 这株青藤 什么价钱 四百天火能 怕是贵了点吧 虽然我不知道这青藤究竟是何物 但它能被两头窦王级别的魔兽拼死争夺 足以证明它的价值 你若买不起 就给我走开 别耽误我做生意 四百天火能 我确实拿不出来 能否以物异物 落里巴索 滚开 小子还敢躲 找死 火毒蜻蜓 就会演出到这个地步 连新制度受到影响呢 我没有四百天的火能 不过 闭嘴 我能帮你驱逐蜓蜓的火毒 我 你说什么 我帮你驱逐火毒 你把青木青藤给我 这笔交易 如何 我曾让不少练习的佼佼者 查探过我体内的火毒 可他们全都武能为力 我凭什么相信你 我想这火焰 应该能打消你的物理 小姐 他就是那个盘门的首领消炎 你就是那个 在火能猎不赛将老生 全部干掉的新生消炎 听说还是练药师 正是在下 你这火焰 确实比练药夕的那些家伙 强盛一些 这样吧 完全驱逐我体内的火毒 再加上一百天的火能 这种青藤便是你的了 物家 我虽然需要这东西 可也并非现在一定要到手 而你体内的火毒再拖延下去 恐怕 就算是令药宗师前来 也无能为力了 你 谭不拢 那就算了吧 好 我答应你 但是 记住了 是完全缺足 到时候 若被我发现仍有火毒残留 别说青藤你得不到 恐怕还得受顿皮肉之苦 跟我来吧 你体内火毒预计有多长时间了 一年半早有 火毒太深 想要一次性驱逐绝无可能 这是冰灵丹 能暂时压制住火毒 让它不会侵蚀你的理智 每日一枚 一共十五枚 好 果然有点用 好了 你先去忙吧 是 薰儿 萧嫣哥哥 逆子 药材已经准备妥当 都已经放在你房间里了 这位是 不用理他 小子 又怎么了 炼制丹钥匙 你就在外面待着 怎么 还不让看 不想死 就照我说着做 反正我不管 给我驱逐了火毒 我才会给你情不先腾 好 小子 别忘了青枝火灵膏和素灵丹一并炼制 知道了 老师 好 搞定了 这是洗水寒灵液 在盛满清水的大盆中倒入一滴 静坐修炼半小时 到时候若火毒依然还有残留 我会再帮你炼制 对了 这段时间 不能再去天分炼其他修炼 否则药效会即刻失去作用 好 只要真能将我体内火毒驱逐 我林彦也算欠你一个人情了 我对你的人情可没兴趣 记得把青木仙堂给我就行了 萧嫣 在治院内只要有我林彦在 别说什么狗屁白帮 就连林秀牙的狼牙也不敢对盘门怎样 总之 你这盘门 我会帮你照看 那便多谢林彦学长了 萧嫣哥哥 这里一共有多少丹药 回气丹八十三枚 附体丹六十二枚 冰清丹三十六枚 一共是一百八十一枚 这么多 心不如命 接下来萧述的事情 便只能靠你们了 交给我们吧 五号 通知阿太铁木他们 尽可能调配人员 准备前往交易区 胡佳 我们将所有丹药分好类别 再仔细核对一遍数量 萧嫣哥哥 来 来 睡吧 萧嫣哥哥 谁能告诉我 盘门什么时候有炼药师了 据说是他们首领 也就是那个萧嫣炼制的 他竟然也是炼药师 这三种丹药 比我们所出售的任何一种 都更好 更便宜 是 若是让他们彻底将名气打开 恐怕我们丹药出售的垄断地位 将会直接被掀翻 我真是这样 大可怎么管呢 怎么想办法呀 调查他们购买的药材 他们所买的 我们用双倍价格全部收购 我要帮别的不多 就我能懂 是 禀告帮主 白帮帮主白城求见 白帮 请他进来 从熏儿口中得知父亲的下落 并无新的消息后 萧嫣意外得知 驼蛇古地狱可能隐藏着更大的秘密 但萧嫣明白 眼下最重要的还是提升实力 尽早收服 陨落心眼 为解决困扰盘门的火农危机 萧嫣前往内院交易所 准备炼丹所需的药材 为换取青木仙藤 萧嫣答应灵艳 为其驱除体内火毒 温滚 曾经 终于霸性 距离斗灵级别不远了 真正致люcast 小家伙真是越来越碳水 这么大动静也吵不醒 难道是吞天网的灵魂 已经被美杜莎女王反压制了 照此下去 恐怕不出一年时间 美杜莎女王 并会成功占据吞天网的身体 到时候 灵魂与肉体的完美如何 她也便是 真正的成为了斗宗级别的超级强者 到那时 恐怕第一个就是拿我几刀 我给你一年时间 但只会在你必死关头出手 帮你摆脱麻烦 一年之后 若拿不出戎灵丹 就别怪本王心狠了 放心吧 老师 在她没有得到戎灵丹之前 还不会对你出手 灵魂和肉体 哪那么容易完美融合 她必须借助戎灵丹 先将吞天网的灵魂吞噬 如若不然 达不到彻底的控制 就算她得到了吞天网的躯体 那也只会成为她的累赘 如此就好 只要她还需要戎灵丹 那就有和她谈判的筹码 若是能拉鲁一个斗宗强者 那自然是最好的 我这门主当的可不够称职啊 消炎哥哥站上四星斗铃的消息传出来后 这个月加入我们盘门的学员越来越多啊 还好消炎进塔之前帮盘门炼药攒了不少活呢 不然根本不够用啊 薛燕师姐 那个林燕又来找头了 那家伙这一个月多来多少趟了 多说了等消炎回来会通知她 这林燕毕竟是强榜高手 并且没有加入任何一方势力 多个朋友也没什么坏处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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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干嘛啊 这怀宫的人怎么又好啊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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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门竟然敢卖假药 我白帮的弟兄吃了一点效果都没有 今天必须给我一个解释 不然的话 你必须狗派人 我看你们就是来捣乱的 是来捣乱又怎么样 弟兄们 把这铺子给我砸了 头儿回来了 夏云哥哥 头儿 有个叫林燕的家伙 这个月找了你好几次 今日也来了 嗯 知道了 将近一个月没进到头儿了 他的实力貌似金金不少啊 看来我们盘门很快就能出现斗灵强者了 夏云哥哥 你回来了 你这小子终于回来了 你给我的冰灵丹和洗水寒灵夜都用光了 快快快再给我一下 急什么 一两天不驱毒又死不了 你 你 这两种丹药 是我在炼几塔闭关期间炼制的 再使用一个月 想必你体内的好毒便能彻底驱逐了 你也太急了吧 熊儿 盘门最近怎么样 你不在的这段时间 盘门一切都挺好的 本来在你闭关的前一两天 还有盘门成员在外被白帮刁难 不过后来托你在炼器塔中的威风 他们现在可不敢太过放肆 没想到杀鸡儆猴竟还有这般好处 的确是有好处 可坏处也不小 怎么说 雷娜倒不足为据 可是 你还得罪了柳飞那个无礼且记仇的女人 她的哥哥 可是强绑前十的顶尖高手 霸强柳琴 恐怕就连你那青子火莲 也奈何不了她的猎山枪 霸强柳琴 你也别担心 那家伙 现在可没空给柳飞出头 再有半年多时间 便是五年一届的内院大赛 她呀 正在没日没夜地闭关修炼呢 不过大赛结束后 她会不会找你麻烦 那就不好说了 内院大赛 我怎么没听说过 这大赛和普通内院弟子无关 是强绑高手间的比赛 若是能在比赛中进入前十 便有资格成为长老备选人 还能获得一次进入天坟炼气塔 第八层的机会 接受星火本源断体 星火本源 本源 本源 难道是 陨落星年的本体 海神 吉日海神 你 跟他们拼了 跟他们拼了 拼了 少死 雷动 发疯 也没 windows 有 A 糖 Dot 一个 痛 0 6 现在就把青木仙藤给了我 就不怕我给的丹药 并不能彻底将你治好 这么大的盘门 我还怕你跑了 我们之间虽说是交易 但我林燕的命 绝不是区区一株青木仙藤 能抵消的 日后若是柳情找你麻烦 派人通知我 告辞 这家伙虽然脾气暴躁 可也不失为可教之人 盘门打开了丹药销售的局面 也算逐步进入正轨了 之前答应给兄弟们的奖励 可以安排下去了 头儿 不好了 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白 白帮他们 他们无限盘门销售假药 打伤了我们的人 还砸了我们的摊位 什么 白帮竟敢这般嚣张 真当我们盘门好欺负不成 白帮 这帮混蛋 果然不敢消停 头儿 阿太和其他几个兄弟 还在他们手里呢 大家跟我去救人 白山 你 给我滚去点 别乱动 别乱动 不好了 老大 让一下 不好了 萧 萧炎 带着盘 盘门的人杀过来了 哼 慌什么 这小子还挺有种 可惜只是鸡蛋碰石头 自作苦吃 一个斗灵强者都没有的盘门 也想和我们白帮争斗 白山 你等着 头儿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 倒是怕他不来 对 可不来了 萧炎 小妍 你带这么多人前来 是送上门来讨打的 白城 我盘门未曾招惹你们 而你们白帮却几次挑戏 现在还打伤我盘门中人 看来你们是想率先毁着当初的约定了 原来你不仅在靠女人这点啥很出色 嘴皮子也很能说呀 当初的确约定半年内不随便找盘门麻烦 但是这并不包括受人之托 来给你们这群嚣张的新生一点教训 受人之托 受谁之托 无可奉告 如今你们自己找上门来 那也别怪我白帮 大妻小了 你来试试 今天我要让你在内园 凝宇扫地 你们看 你看 你看 成哥 没事吧 有这么热闹的事 也不叫我 灵验 这是我白宝与盘门的私事 萧嫣是我朋友 谁要动就得问问我的离活府 是否同意 你 萧嫣 上次靠韩岳 这次靠灵院 下次你还想靠谁 你白城有本事 现在就去找林秀牙的狼牙屁一屁 你若敢去 萧嫣也不挡着你收拾盘门 没胆子 就躲一边去 一起坏坏坏坏 你 不愧是封府林燕 这骂人撒泼的境界 宁愿无人可敌 听着韩贤的口气 好像是来帮白帮助威大 有帮 原来是你这个卖假药的 这位想必便是盘门的首领 炼制那三种丹药的消炎了吧 真是没想到 阁下竟然也是一名炼药师 韩贤学长 我想那雇佣白帮砸我场子的人 应该是你要帮吧 盘门有这个下场 为什么不想想自己 犯了什么忌讳呢 韩贤 何必与这小子多言 你们俩果然是狼狈为奸哪 林燕大哥 这些事交给我吧 韩贤 我知道你是怕我盘门 断了你的财路 这样吧 你我同为炼药师 大可用炼药师的方法 一决高下 若是我输了 日后盘门 不沾半点丹药消瘦 若是你输了 那些暗地里的污糟东西 就请好好收回去吧 你想和我比试炼丹 那个韩贤 似乎有几分底气的样子 放心吧 若是韩贤学长 喜欢使用斗气笔试的话 我也不会拒绝 你也不用激我 笔试练丹术也行 不过赌注 太小了 丹药的畅销 顺利解决了盘门的火能危机 然而 这也得罪了原本垄断内院丹药销售的药邦 暗中与药邦串通一切的白邦 无端挑衅受药的盘门 并打伤阿太等人 而得知此事的萧炎 忍无可忍 即刻带领盘门众人 前去讨回公道 引出幕后黑手 药邦帮助韩贤后 萧炎为彻底解决药邦 主动提出要与四品炼药师寒贤 笔试炼丹 快看 张老来了 不知道今天比拼的是什么样子 不管比什么 这萧炎也很难跟内院炼丹的一人相比吧 有请今日炼丹笔试的参赛者 药邦帮助韩贤 韩帮助加油 韩帮助我给的 我们的小伙子大家快看看 加油 韩门门主萧炎 萧炎学弟 劝你乖乖认输 把那三种药方交给我 也好过待会儿当场丢脸 学长 你还是盘算下药邦今后的生意吧 比赛过后 药邦五处人流最多的交易地点 我盘门就收下了 萧炎将三种药方 笔记盘门永不收卖丹药作为赌制 会不会太过冒险 收获与冒险总是并存的 我相信萧炎哥哥 炼丹笔试开始 事前 要先看一下药方 韩席 你先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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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没想到 这次竟会以炼制五品丹药 来作为比试 五品丹药 怎么又搞错啊 就算萧炎再有天赋 现在也不可能 炼出五品丹药啊 这长老看样子 是来捣乱的 既然要比 那自然比个大的 这次比试炼制的 五品丹药龙丽丹 能让服用者 在短时间内 拥有极其强横的力量 大长老 两个小家伙要炼制五品丹药 会不会太过困难 寒贤炼药师的品级 比萧炎高上不少 恐怕这一局 寒贤赢定了 那可不一定 你们面前 均准备了两份药材 意味着你们有两次机会 这两次机会中 谁先炼制成功 那么谁便获胜 那如果都失败了 该如何分出胜负 毕竟龙丽丹 可是五品丹药 老夫亦可从你们的失败品中 端倪底细 一分高下 两位是否有异议 弟子无异议 比试现在开始 诚哥 这寒贤能否获胜 寒贤可是堂堂药帮帮助 岂是硝烟这种下等炼药师可比 轩儿 你说硝烟这家伙 怎么两个向阳的药顶都没有 药顶只是外务辅助 最终靠的还是炼药师自己 一火的威力实在太大 这些狄阶药顶 确实难以承受这种热度 希望这东西能坚持到最后吧 这金火的火焰是什么呀 我没见过 你生气啊 我这火焰名为幻金火 是从七阶幻金蝎龙兽的 壳海中寻得 七阶幻金蝎龙兽 那可是媲美斗宗强者的 超级没收 右手霍壳而出后 这幻金火会残留在壳海之中 三天之后便会燃尽 所以必须在三天内将其寻得 这大千世界果然无奇不有 一火 请有两次解回 喜不得 快看 老大开始了 我看韩贤很不错 他的火焰虽比硝烟的一火差了些 但炼药师不仅仅只靠火焰去生 炼丹并非讲究速度 而是需要一颗不为外物所动的心 若是不能势头持久 那还不如从一开始便问抓问打 呵呵呵 该你啦 炼制之前 必须熟悉所有药材的特性 事宜最合适的温度 方能提炼出所有精华 这小子好像进入状态了 固定而后动 加油啊 萧嫣 这龙力胆可比想象中困难多了 装蒜的家伙 相信你也肯定会失败的 不好 真可惜 眼看就要成功了 还早着呢 五笔丹药哪有这么容易炼制呢 看来这龙力胆谁也炼制不出来 既然如此 我只要炼制出来的失败品 能超过硝烟就行了 不愧是五笔丹药 看来还要更加小心 对我 九笔丹药 卓门 什麼味兒?好香啊 是藥香哦 看來韓恩賢要贏了 雖然只是半成品 但總比完全失敗來得好 韓賢 韓賢已經率先煉成了 真的嗎 他煉成功了 據說五品丹藥成型會有意象 可除了先前的藥香 並無半點意象 郝長老 弟子已經煉製結束 這也叫丹藥 韓賢這傢伙 竟然為了獲勝 寧願煉製失敗品 他是認定硝岩也不可能成功啊 提煉已經完成 接下來便是 我如何 給我寧 嗯 看這樣子 硝岩煉製的龍力丹已出具出形 好長老 比賽未到最後 誰也不知道結果 硝岩快成了 快吧 又要插路 我沒有 我沒有 給我堅持住 給我堅持住 唉 功愧一愧呀 身为炼药师 竟然不知道准备一嘴好的药品 完了 硝烟学弟 炼丹失败乃是常有之事 你也不用介怀 郝长老 性不辱命 不可能 这家伙 肯定是趁先前爆炸升级烟雾时作弊了 郝长老 请您检查吧 免得有人不服 韩仙同学 请注意你的言辞 是非公正 我自会定夺 这药匠没问题 色泽和外观都能说明 这是一颗炼制成功的龙力丹 我宣布 这次炼药比试 硝烟胜 好 好 好 别闻了 别想到硝烟居然这么厉害 那院炼药第一人 这下有异点的 是非公正 有本事 是非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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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公正 小炎 你 他给我打上来了吗 他们为公 你们走 非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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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硝烟这小家伙不简单呐 在下输的心服口服 还是大掌老独具慧眼 能炼至无品丹药的炼药师 其价值可媲美斗王乃至斗黄 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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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小心 看来正是人物看时间 还得认个身体 看来我们要加快速度了 慌月 你说的那个地方 应该不远了吧 嗯 我们走 是 盘门总算进入正轨 我也该去深山修炼它了 修炼三千雷动的第一步 便是要炼化卷轴中封印的那一丝风雷之力 不过 这风雷之力颇为霸道 稍有不慎 便会有被反尸的危险 小妍 你准备好了吗 一火焚身我都挺了过来 这风雷之力 我要定了 无败的 大事 好 没什么 主要是 接下来按照我说的做法 才能彻底将它炼化 稝 凝 回 和 命 凤雷之力就进入你体内了 赶紧炼花 这凤雷之力的炼花 竟如此困难 它可是天地间产出的能量 你用清炼地心火试试 凭借萧炼在炼丹比试上的胜利 盘门也接管了药邦的重要销售据点 成为内院人气最火爆的单药商家 随着盘门逐渐步入正轨 徐英尔和虎家众人 也能安心地前往天坟炼气塔提升实力 而萧炼则在药老的指点下 进入内院的茫茫深山中 开始了新的修炼 赶紫炼 炼化成功了 這是自然 你當人人都有一伙來鎮壓風雷之力嗎 紫雲意味展開 我 我為何能在空中停留 這是由於你體內靈魂力量強橫 風雷之力受鬥氣催動 集中於腳步的結果 不過以你現在的實力 應該堅持不了多久 你不可能等於他 快點 這把這把把子弄在平底的上方 沒問題 我可以在那裡 不, 把把把子弄在平底上 就真的離開 不, 把把子弄在平底上 還要是封面 就真的 這把把子弄在平底上 要是誇張 要是封面 不, 把把槽子弄在平底上 還要輸在平底上 但是我先把把蠍子弄在平底下 快走吧 小东西 三千雷动 净如磐石 动如本雷 出其不意 即是煞敌 当修炼到三千雷时 快如顺利 斗宗强者都不敢丝毫想去吧 看来是准备打拳架了 正好拿你们练练手 这三千雷动分三层 雷闪雷顺三千雷 你小子现在最多就踏入第一层而已 老师 哪有一蹴而就的 不过 给我时间 我一定可以更强 臭小子 赫玉 里面真有你所说的那东西 严昊学长放心 我清楚其中的危险 定不会拿这种事来开玩笑 也好 你也不用太过怀疑 再有四个月时间 便是强榜大赛了 若是山谷之中真有那东西 那对我们的好处可不小 林秀雅 你说的倒是轻松 里面可是有媲美斗王强者的魔兽 好 大家小心 速战速决 快 快 这小子怎么乱 难道 快 这吃法 不用惊讶 这是修炼之徒的一种机缘 只是你碰见了 幸运地掌握了它而已 这吃法 有着一丝浪潮般连绵的意见 只要日后好好磨练 应该能创造出一种 属于你自己的吃法斗技 我该死 没事吧 你想要这魔兽实力如此强 这就是 是老师提到的《寻魔天元》吗 看样子至少也是窦王实力吧 这些家伙胆子倒是不小 你也学姐姐也在 英雄雅 怎么办 这魔兽实力太强 一个不慎 我们都会当场重伤兵命 不必与他缠斗 我们三人尽量拖住他 阿运 你趁机进后方峡谷内 去寻找那东西 灵修雅 就是灵验口中 那个强绑前十的高手 女串的人儿 我要往上拨走电心采体乳 现在退出 我可以不杀你们 各位有什么手段 尽管用出来吧 电心脆体乳 那是什么 一种精纯的大地之力 经历千百年 你们合成的荣液 有习俗的 武武神效 还能帮助 戒别巅峰之人 突破进阶屏障 难怪这魔兽 能够开口说话 哈 心动了 可韩月学姐 人挺不错的 抢她的战利品 是不是有点 你高看这群家伙 雪魔天元 可是一种罕见的异常魔兽 体内流淌着狂暴血脉 这种血脉一旦觉醒 五星窦王都要逼其风貌 看这群人 连个正式的窦王都没有 怎么可能战胜 倒是能小腾天王 我可以跟她一战 掩护我 轻血风霜 斗气化意 林秀雅 你竟然晋级斗王了 不过是危急之下 用功法勉强凝聚出的斗气之意而已 原来不是斗气化意 你要是斗王 那强榜那在 我们还打什么打 原来是依靠像紫云翼一样的功法 林学长 那我们赶紧进去寻找地心脆体乳吧 是啊 还等什么 等一下 那家伙的狂暴血脉觉醒了 蛋液 快走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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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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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这才几月不见 你倒变强了许多 先前那般速度 内院中能超过你的人 恐怕没有多少 几位学长没事吧 大意了 没想到这雪魔天元这么厉害 这位朋友也是内院学生 怎么从没见过 延后学长 他叫萧妍 是几个月前 才进入内院的新生 不会是那个 在火能力不在上 带领新生打败老生队伍的萧妍吧 原来你就是萧妍啊 当年我和林修衙纷纷败在白煞对手中 你果然有几分本事啊 只是好运而已 萧妍兄弟就别谦虚了 对了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正巧在山中修炼 听到动静就赶过来了 刚才萧妍兄弟也瞧见了 我们围剿那魔兽 是想得到他守护的一种奇物 所谓剑者有份 可真弄刀 定少不了兄弟一份 多谢学长好意 但我听说 那魔兽体内有着一种狂暴血脉 一旦觉醒 实力便会在短时间内暴涨 就算五星斗王 也拿他没有办法 狂暴血脉 难怪了 那现在怎么办 既然这样 只能等我们养好了伤 再想办法吧 萧妍兄弟 是否和我们一起回内院 我来这里是修炼斗技的 如今斗技未成 还不着急返回 今日之事 还请萧妍兄弟 不要严于他人 放心吧 学长 我自有分寸 多谢了 日后有需要帮忙的地方 可以来找我 走吧 萧妍学弟 在深山中 务必小心 嗯 抱歉了 这也是为你们好 继续纠缠下去 一旦雪魔天元彻底爆发 你们没人能活着离开 真是个馋嘴的骄傲 嗯 嗯 小家伙 你都吃了呀 嗯 嗯 明明以前只要几滴就够了 现在胃口是越来越大 那仅剩的几瓶紫荆元 可不够你吃的 嗯 小家伙 你可得坚持住啊 不要被那个女人吞噬了灵魂 不然的话 我们俩恐怕都没什么 有什么好下场 小家伙 接下来看你的了 是 可恶的神爱 居然坏地来 消炎在要老的指点下日夜修炼 终于成功炼成三千雷动第一层 雷闪 并从魔兽雪魔天元找下 救出了想要夺取地心脆体乳的寒运 深知雪魔天元恐怖实力的消炎 不愿看到同门在其沼下折损 所以劝退盘月等人 对于怎样获得能助自己晋级的地心脆体乳 消炎心中似乎早有办法 这猴子的气势果然比白天减弱了许多 看来狂暴血脉帮发猴 便会进入一段时间的衰弱期 让屯天网拦住雪魔天元 你抓紧时间进入山谷中寻找地心脆体乳 小家伙 拦着他 小家伙 你抓紧时间进入山谷中寻找地心脆体乳 小家伙 小家伙 交给你了 哪里跑 你死了吗你不跑 小西方 那猴子追上来了 小家伙 不用太过担心 屯天网要拖住雪魔天元 应该没什么问题 雪魔天元既然守护着地心脆体乳 那么地心脆体乳肯定距离它的巢穴不远 看来不仅我们人对这地心脆体乳有念想 就连一些魔兽同样有抢夺之意 地心脆体乳的洗髓炼骨之效 能帮助魔兽在修炼中更容易化人形 就像化形丹的吸引一般 化形丹 像当初魔兽山外的紫荆一失望 也曾提及 正好本王最近处于化形阶段 只要你们给我弄了一枚化形丹 我便给你紫荣经 如何 云月 云门族 好 这里应该就是雪魔天元的巢穴 对 going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难道不在此处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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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准备 好一触滴滴世界 外面的战斗貌似很激烈 不知道小家伙怎么样 地心脆体主就在这里 老师 去那儿看看 那处的大地之力颇为浓郁 仅仅只是闻一下 便知道这不是法物 老师 这便是地心脆体主了吧 这些东西虽然也珍贵 可却并非金黄 还有更珍惜的 跟我上来 将我切割的这块原形石块取出 没事 不用担心 这究竟是何物 清纯能量比下面的地心脆体主还浓郁十倍不值 这才是真正的地心脆体主 下面的不过是这本体中流逝出去的 相当于被稀释的地心脆体主 这或许是天地灵物保护自己的障眼法吧 一般人恐怕也会像你刚才那般将真正的宝贝已留而下 炼药界不成文的规定 凡遇到天才地宝不可断其根 明白了老师 总算到手了 老师 那我们赶紧出去吧 也不知道吞天王怎么样了 嗯 应该是要是ai デ Goodnight 干ander 我的宝墓 没那么容易 puntos Вот ashed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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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啊 嗯 啊 啊 就算你是山谷一手 今天也要和你评个一丝莫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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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这小家伙竟然这般强悍 不愧是上古异兽 小家伙 我们走 小家伙优优独播剧场 来 小家伙 今天晚上干得不错 这次让你吃个饱 你还真把本王当作宠物来养 美 美兜莎女王 女王陛下 真巧啊 又见面了 是挺巧的 不过还是得感谢你 若不是你让吞天莽与雪魔天元战斗消耗了不少力 我倒还会被他压制着 该死 确然把这点给忘了 炼制容灵丹的药材 你可凑齐了 呃 女王陛下 容灵丹的药材颇为难寻 是否可以再宽限限时日 看来你并未将此事放在心中 既然这样 那刘你还有何用 女王陛下 有事好商量 作曲 李宗盛 送你上路 我耀臣的弟子 岂是你想杀就杀的 老师 早就感应到这家伙身边有个强者隐秘 原来是个灵魂体 彼此彼此 我也清楚你现在的情况 虽然我只是灵魂状 若真要斗起来 恐怕你也捡不了便宜 哼 是吗 一旦雪墨天元彻底爆发 你们没人能活着离开 空恶神类 居然坏本来 傻家 交给你了 既然这里 能留你还有何用 我耀臣的弟子 岂是你想杀就杀的 你不过就是个 依靠丹药之力的废物罢了 这一巴掌 是替萧炎哥哥删的 白城学长若是看不过眼 我陪你玩便是 今天我让你有来无回 这回该我了 我们之间也是间接有些过节 抱歉白寻常 你那强宝座子 我得帮你做了 夜深人静之时 萧炎换出七彩吞天蟒 拖住雪魔天元 在要老的指引下 萧炎成功找到真正蕴含 精春能量的地心脆体乳 不料大战之后的吞天蟒 精力耗损 其体内沉睡多时的美杜莎女王 就此醒来 早就感应到这家伙身边 有个强者隐匿 原来是个灵魂体 彼此彼此 我也清楚你现在的情况 虽然我只是灵魂庄 若真要斗起来 恐怕你也捡不了便宜 是吗 我并不想与你有何冲突 只是我的弟子 我互定了 你若嫌待在他身边憋屈 大可直接离去 无人阻你 我与他有个约定 若我保他在云山手中安然无恙 他便为我炼制容宁丹 可如今 他却将约定忘得一干二净 这等不守信之人 留之何用 若不是你心怀杀意 我这弟子倒也乐意给你寻找药材 事情脱成这般 也不能全怪他 这样吧 我保证一年内将成品容灵丹给你 作为交换 你再保我这弟子一年内无性命之忧 当初在云南宗我已经完成与他的约定 他便该给我容灵丹 如今凭什么还要再与你定下约定 那次的约定双方都有违反 自然是不作数 想让我给他做一年时间的护卫 休息 如此的话 那你便去找他人炼制容灵丹吧 那将容灵丹的药方给我 这药方是硝烟千辛万苦得来 如何能给你 老家伙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好 吞天马竟然在这种时候出来与我争夺身体 好 就依你 一年之内 给我容灵丹 我就保他一年 若是再抵赖 就算拼着吞天猛的反噬 本王也要让你们损失惨重 这般自然最好 一年之内容灵丹定会奉上 不过老夫也希望 女王陛下可不要再心怀杀意 否则 即便拼着陷入沉睡 老夫也会将你这好不容易进化出来的躯体 焚烧殆尽 只要你们别违约 本王自会遵守我们 小家伙 多亏了你 不然可少不了一场恶战 这美杜莎女王虽然冷漠无情 却也有着强者的自尊 定不会反悔 这次多亏老师及时出手相救 不过 只有自己变强 才能掌握更多主控权 地心脆体乳的能量过于庞大 凭你的实力不可能直接扣服 只能采取这种洗髓练骨的方式将其练花 放心吧 放心吧老师 我的身子骨可没那么弱 我们开始吧 嗯 此外也必须配合其他药物的调和 才能起到效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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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施展豆漆包裹身体 那会阻碍药力进入体内 那会阻碍药力进入体内 看来是我小看了这洗碎之头 小燕 现在除了咬牙坚持别无他法 请住啊 放心啊 老师 我归现实中 我儿子不会一辈子都是废物 区区流言蜚语 日后在现实面前 自会不攻而破 不管你身后势力有多么的庞大 我也绝对不会放弃 老师 我会超越他 然后清理完户 这小子算是闯不过去了 这小子算是闯不过去了 这是要练身量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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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铃与大斗师 果然天差地别 老师 是时候回内院了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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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星球大就知道我们白风的厉害 好啊 加油 来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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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小子 想挑战我 还差点本事 不过 跟那个只会依靠别人的懦夫硝烟比起来 你还算有点血腥 给你一次加入白帮的机会 我会好好重用你的 呸 你也配 能让老子幸福的 只有硝烟 白酒 这硝烟还真是个人才 才进内院半年了 就建起盘门这样的事 听说硝烟与寒贤炼药术比拼胜利之后 白城便对她有些记得 后来是柳晴派人和她接触的一下 白城才又猖狂起来的 硝烟和柳晴也有种痛 也不算吧 硝烟与柳妃倒是有些过紧 那女人的小心眼儿 你又不是不知道 这倒是有好戏看了 那硝烟实力隐藏颇深 白帮跟她斗了 会必有好果子吃 吴昊这家伙 根本不是白城的对手 干嘛那么冲动 白城毕竟是六星斗力 五昊跟她差距太大了 起来起来啊 起来 加油啊 好 九星大陋事业上挑战 不死了力 不死了力 你去打啊 站起来站起来 还不行啊你啊 快点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 别打 走 加油啊 干嘛 干嘛 五昊这是 要用禁忌之法拼命了 快点 让我来吧 让我来吧 那你小心点 怎么 还能无人了不成 竟要一个女子上来 小炎人哪 这种时候都不见踪影 莫不是怕啊 对付你 还不用小炎哥哥出手呢 太好了 轩人全界终于能出走恶势了 就是啊 把气消张下去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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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蛤 烤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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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狂妄自然是有狂妄的本钱 白城学长若是看不过瘾 我陪你玩便是 与女孩子动手 未免有些掉份了 是偷回来了 偷回来了 好戏要开场 小元哥哥 白城他们欺人太甚 阿太都告诉我了 接下来交给我吧 这也太过分了吧 这也太过分了 得教训一下 是 斗铃 白城对上 不过他与白城之间还有六星差距呢 我相信他能赢 不知为何我也看好萧嫣 胡昊对你发起的挑战 我接下来 这一天我倒是等了许久 以前恩怨 一定得放 难怪这次更嚣张 要来进阶了 你要自取其辱 就为我全力而为了 白学长 废话亦如计谋不作 你这张嘴 可你不要偷出什么求 摇闹啊 兵 白城之间 你藏�u这个 兵 你这家伙儿就算紧接 你速度和力量也不该乘这么多 蛮力而已 不堪入烟 白城学者 热身结束了 消炎这家伙还真留有手段 这斗气不简单 这次白城的确是踢到铁板了 说不定强榜排名都要攻手让人 天火三悬变第一冲 金莲变 与美杜莎再次定下一年契约后 放下新来的消炎 决定借助地心脆体乳 洗髓炼骨 尽快提升实力 此次修炼过程出乎意料的艰难 可是想到 对挚爱之人的承诺 消炎忍受身体的极限 最终连升两级 成功晋级斗领 而修炼归来的消炎却得知 吴昊为守护盘门的尊严 正在竞技场 与白城激战 心仇旧恨涌涌上心头 一场大战在所难免 你这种强行提升实力的手段 不堪一击 spr covering 啊 尔举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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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砢 啊 嗯 啊 不 不 好 没用武器 看你们打什么 现在贵地求饶 怎么还来得及 刀枪无意 带我断胳膊断腿呢 可别怪学长下手狠了 这家伙 怎么速度又变快了 离开了玄仲址的硝烟哥哥 才更可怕 硝烟这家伙 怎么近身搏斗 比手握黑池还强啊 问题 应该救出在那把黑池上 加油 加油 老大 加油 好小子 你倒是小瞧了你 你难道还正是过我 不论如何 都必须打败着这个家伙 可来得有寒心给我的东西了 这是白帮动手的报仇之一 你 小子 今天我让你有来无回 小子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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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错的丹药 岂能一下子增幅出这么强的力 胜者王败者寇 真正到了生死战斗 没人会管战斗的过程 结局才是最重要的 白城学长说得好 既然如此 这无品龙力丹字炼制出来 还未试过效果 就拿你试试 无品丹药 你可真舍得呀 白城学长都舍得吃丹药 我身为炼药师 也不能失了面子 是不是 不愧是无品白药 小李竟然如此恐怖 白城学长 这回该我了 看来白学长的丹药效力 似乎并不如龙丽丹的 这是我的班人 吐戏开甲 还挺识货的 就算你有龙丽丹 想打败我 绝非一世 是吗 看我如何破了你的龟壳 口气倒是不小 娇妍 召定胜货吧 娇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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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了 白学长 你的强保作刺 我得帮你做了 这是 这是 这 报 这也太巧了 漂亮 攻击斗气铠甲时 在裂缝里注入暗境 再从内部炸开斗气铠甲 排成这一场 说得不远 萧嫣打败白成 将自动取代白成 在墙榜上的排名 太黑了 老大 诚哥 我们被罢了 我们被罢了 小颜哥哥 没事吧 走吧 不知又是哪位学长想要来挑战 还请耻驾 还请耻驾 就这 嗯 烈山帮帮主 霸腔柳晴 没想到这场比赛 竟然惊动了他 柳晴 雷纳道不足为俱 对 可是 你还得罪了柳飞那个 无礼且记仇的女人 她的哥哥 可是强榜前十的顶尖高盛 霸腔柳晴 内院中能胜过他的学员 屈指可数 恐怕就连你那青子火莲 也奈何不了他的烈山枪 没想到你 竟然能打败白城 代aks 侥幸罢了 我们之间 也是间接有些过节 哥 不是叫你待在上面 哥, 人家无聊嘛 霓子, 你先上去, 恐怕此事不能善良 柳帮主, 当初的事是非趋直, 轻者自轻 而萧嫣哥哥并无半点不适 不要以为在那远中实力颇强, 便傲气十足 若你真要不分青红皂白强出头 我萧勋儿, 接下便是 我哥岂是你们训斥的 还有你, 萧嫣, 别以为打败了白城便能得意 你不过就是个, 依靠丹药之力的废物罢了 菲儿 哥, 我又没说错 够了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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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以为仗着有柳琴撑腰, 便可肆意妄为 这一巴掌, 是替萧嫣哥哥扇的 哇, 好大一些耳光啊 柳飞这次脸都大了 这巴掌扇的, 真帅气 你, 你, 你竟敢打我 你这个坏女人, 我要宰了你 菲儿, 冷静 哥, 人家欺负你妹妹你都不管了吗 这位同学, 未免过分了吧 自取其辱, 怨不得人 熊儿 哥, 你就这样看着我被人欺负吗 要跟我报仇啊 把我打烂那个坏女人的脸 今天还真热闹 刚看了一场男人间的战斗 没想到女孩子们也不甘示弱 是林修衙 她可是狼牙的老大 林修衙和柳晴, 谁更强 那还用说, 肯定是林修衙了 林修衙 是她 实乃金国不让须眉, 解气 抱歉, 这逆子性子就是这样 无妨, 这便是学妹的个性嘛 肖炎学弟, 上次走得太过匆忙 还未跟你道声线 若不是你出手 恐怕我们几个都没法活着回来 林水长严重了 林修衙竟然和这小子关系不一般 柳晴, 我看今日便算了吧 是啊, 你不会也想挑战肖炎吧 她可是刚刚经历一场大战 兜气还未恢复呢 趁人之危的事 我不屑为止 女孩子之间的争吵 我不会介入 但飞儿也不能白白挨打 一个月后的强绑大赛 若是遇见 便施展全力吧 到时自然奉陪 凌旭啊, 学长 刚才多谢三位学长学姐 帮学弟结尾 萧炎老弟别怪我们多事便好 我到现在还看不清你们真正的实力 这一届的新人 果真是卧虎苍龙 学长过奖了 听刚才柳晴的意思 我也能参加强绑大赛了 定是因为萧炎哥哥 击败了白城的缘故 没错 白城原本排在强绑第三十四位 现在这个位置属于萧炎兄弟 你自然有资格参加强绑大赛 三十四 距离前世还差得远 莫不是 你还看不上这三十四的排名 好家伙 果然是出生牛犊不怕虎啊 虽然这个排名不算靠前 可在天才云集的内院中 已经足够优秀 强绑里每提升一个名字 绝非易事 虽然难 可是每上升一个名次 得到的好处可是更加丰富 什么好处 先别想着好处 想必很快就有你头疼的 萧炎击败狂妄的白城后 幕后指使者霸腔柳琴 终于浮出水面 所幸在林修雅等人的偏颇下 双方一触即发的局势 才暂时得以终止 取代白城在强绑的排名后 每天络绎不绝前来挑战的内院学员 令得萧炎颇为苦恼 从彻底清除了火毒的林燕口中 得知林修雅 柳琴分裂 强绑的第二和第三位后 萧炎依然毫无畏惧 决心创进强绑前十 而随后令林燕都声色俱变的 神秘强绑第一 也引起了萧炎的好奇心 老师 炼制地灵丹的地心火枝 和青木仙藤已备好 只差最关键的龙絮冰火果 和六节水属性魔盒 去药材伴力窟 碰碰运气吧 这位同学 此地是药材库重地 若无药事 还请离开 学生萧炎 求见郝长老 萧炎 郝长老吩咐过 若是萧炎来访 无需阻拦 请随我来 无事不登三宝殿 说吧 今天找我 所为何事啊 郝长老 我此番前来 主要是想看看 此地能否寻找到 我所需要的药材 我也不予你废话 这样吧 你用一枚龙力丹 便可在这药材管理库中 换走一件药材 如何啊 你可别以为 我是在占你便宜 能让你犯男的药材 肯定十分稀有 这等稀有药材 换你一枚丹药 也不算吃亏 若真有龙须兵祸骨 那值得拿一枚龙力丹来还 好 就以好长老所言 只要你需要的东西即可 那里边的药材 都标有能量很紧 随意乱动 我可是会察觉的 长老放心 硝烟并非贪心之人 那边真是大手臂 居然有这么多药材 居然有这么多药材 匣子 你需要继续 对 原来好的东西都在这儿 血蟒汁 不愧是那源药材库 竟然连炼制豆瓶丹的主要材料 都有收藏 龙絮冰火果 龙絮冰火 终于找到了 这内院果然收藏丰富 连这等稀罕材料 你是谁啊 干吗抢我的果子 居然是个小女孩 不要 这金刚铺尖易如玄铁 她竟然 不能吃 这力量 你想抢我的东西 我今天心情好 不打你 你赶紧走吧 小妹妹 这东西不好吃 你还是还给我吧 我要长大 最好吃它们 长大可是需要时间的 时间对我没用 时间对我没用 小妹妹 你吃了这里的药材 好长老会找你麻烦的 那老头知道了 也不敢拿我准备了 那真难吃 这样好不好 你把这个果实还给哥哥 我请你是好吃的 不行 虽然难吃 可这里面 有强大的能量 那 要不要我帮你炼制一下 让它们变得好吃一点 炼制 你是炼药师 只要你将龙须冰火 拱还给我 我就帮你 把你要吃的药材 炼制成好吃的丹药 怎么样 你 没有骗我 如假包换 若是你炼制出来的丹药 不好吃 我不仅要将这抢过来 还要一口吃了你 小妹妹 你看起来 不像是能吃像我的样子 本姑娘想吃就吃 你已经拿到果子了 最好赶紧给我炼制 好吃的丹药 好的好的 一出去我就帮你炼制 不过呀 我得先去跟好长老打上招 一起 跟那个老头有什么要我交代的 好长老 萧衍 没想到这么快就回来了 药材找到了吗 多谢好长老 我也取得龙絮冰火果 还请长老 再给我两份龙力丹所需的药材 回一间炼丹室 我便能立刻炼制 药材好说 你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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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又来了 隔三差五来我这儿打牙剑 真帮我这儿当饭馆了 你你你怎么把这个小祖宗带来了 你要的药材都在这个戒指里 长老 他究竟是什么人 人 谁说他是人了 喂 你们到底要聊到什么时候 快给我炼药去 不然我就把这里全人拆了 别怕 没事的 谁说我怕了 难怪他敢这样生吃药材 原来本体竟是魔兽 以魔兽那种强悍体格 这些药力虽然狂野 可也是在能够承受的范围内 小妹妹 我记得 魔兽如果要幻化成人类 至少也是需要达到斗黄界别吧 你难道 我没那么强 只是不小心吃了一株 极为罕见的化形草 然后就变成这个模样 再也变不回去了 我吃这些药材 就是想快快长大 然后就能随意在受体和人参之间变化 化形草 难怪 那你的父母呢 我没父母 从有意识开始 我就独自生活在深山中 小时候被别的家伙欺负 也只能自己灰溜溜地逃跑 至少 你在这里不会再受人欺负了 那些家伙怕我怕他要死 谁敢欺负我 像你这种 我能一口一口 起 试试吧 不过 这个东西你可别拿给其他人吃 会把人折腾死的 我自己还先不够呢 听好老头说 你叫萧妍 对吧 干得不错 那我先走了 以后吃完了再来找你 咱俩 你还没有告诉我你的名字呢 我叫紫妍 还真是个有趣的小姑娘 还忘了告诉你 那个什么强蟒第一名 就是我 以后有人欺负你 就来找我 我帮你出头 我 他 他就是那个让林烟为之如虎的前往第一 老师 您能看出 他是什么魔兽吗 他吃了化形草 若不主动显现本体 我也无法辨别 以他灵智少年幼 却有如此恐怖力量 想必 定是极为罕见的上古异兽 你这小子确实有几分本事 是龙丽丹 没错 以后若需要什么药材 尽管来找我 好商量 好长老 我还需要一枚六节水系魔盒 不知内院可有啊 那可是相当于斗红强者的魔兽啊 你这小子确实有几分本事 以后若需要什么药材 尽管来找我 好商量 我还需要一枚六节水系魔盒 既然好长老都没有的话 我只能另想办法了 告辞 等等 这刘长老修炼的是火系功法 可水火不容 魔盒留在他那里也是浪费 火系功法 我先说明啊 刘长老可是抠得很 你要拿他手里的魔盒 怕是要套出点真家伙来 刘老头 有好事找你了 又是你啊 好老头 这回修相从我这里捞到什么好处 有多远滚多远 快开门 刘老头 这次是硝烟有事找你 刘长老 邪生 进来吧 我的鼻子 好你个刘老头 我跟你没完 这刘长老的宝贝还真不少 这刘长老的宝贝还真不少 这小子果然不一般 不过即使大长老敲戴过 也休想从我这里讨到什么便宜 学生硝烟 见过刘长老 我最烦那些场面话 有话快说 有屁快放 学生在炼丹过程中 还却一味主要 好 所以想换取刘长老手中的六节磨盒 可以 拿六品斗铃丹来换 刘长老说笑了 学生尚无法炼制六品丹药 可是 那就数不远送 数不远送 好 虽然我拿不出斗铃丹 不过 听闻刘长老您修炼火系功法 或许此物 会让刘长老感兴趣 不知道你这东西究竟是何物啊 此乃地火莲子 硝烟小友 也应该想清楚六阶磨盒的价值 你用一枚地火莲子便想换得 那我可是很吃亏的呀 你若再拿出一颗地火莲子 我就忍痛将磨盒给你了 硝烟 别跟这个老头子磨叽了 他不换拉倒 这磨盒又不只是他一个人有 我带你去找大长老询问便是 你这老家伙 尽差我抬 这地火莲子也是我偶然得到 刘长老要我再添一枚 确实有些为难了 既然这样那就不送了 唉 那学生就不打扰了 告辞 这小子居然真走了 唉 小子 你真的不要磨盒了 我倒是想 但可惜 拿不出长老所需要的价嘛 一枚地火莲子 我加一枚龙力丹 六街磨盒 就亏你了 成交 为寻找炼制地灵丹的材料 萧炎在内院药材库 结识了神秘的强榜第一 紫炎 成功凑齐了地灵丹所需的 最后两种药材后 萧炎按捺不住收服 陨落新年的渴望 即刻迁往内院深山 炼制地灵丹 早一日收服陨落新炎 便能早日提药老 炼制身体 这地灵丹即便是在 六品丹药中 也能够凝裂前谋 待会你不要远离 记得细细观摩我的手法 能够观摩老师 亲自炼丹的机会 我可不会错过 承担时 会引起天地异象 解释你记得多远些 一面无伤 黑魔鼎 现 由于每种药材炼制所需的时间不尽相同 所以我会把所有的药材单独炼制成药液 最后再进行混合凝行 小家伙看好了 可别分神 可以将火炎温度压制在低温 才会在不毁毁药材的前提下完成提炼 真是完美的控制 没想到炼制六品丹药的药材 竟还具备反击的效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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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是颇为关键的一步 提纯 这会直接决定丹药的品质 对炼药师的控火能力也是要求极高 不 我 能不能够 呢 好 圆药 有事便说吧 小姐 组长有命令传来了 宵家组长萧战失踪的消息 已经传到了族中 族长认为 那部分钥匙怕也随之下落不明 为了安全考虑 一个月之后 族中就会有人亲自过来接您回去 是不是又有人在背后乱嚼舌头了 小姐 族长大人也是隐约猜到了 您和萧嫣少爷的一点端倪 而且 族中长老们也认为 萧嫣少爷他 配不上你 配得上于逢 今后他们自然会明白 小姐 萧嫣少爷的修炼天赋 确实平生罕见 但他还需时间来成长 若是萧嫣执意留在其身边 怕会引来家族对萧嫣少爷的不满 所以 老夫以为 萧嫣暂时离开萧嫣少爷 反而是对他的保护 萧嫣哥哥 老师果然厉害 若是我来练吃 恐怕就算花费三四天 也难以奈何这六界魔盒 接下来是最后一步了 我来 这阵仗不愧是六品丹药啊 小心 更大的动静还在后面 丹药即将成型 异象将至 快退后 老师 你没事吧 启丹 这 这就是老师所说的 天地异象吗 呦 坐着 可别把那样的人引过来 黑角玉的那帮家伙 最近是否有异动 大长老是担心黑角玉的药皇韩风吧 韩风可不只是一名寻常的斗皇巅峰强者 更是一名六品炼药师 依活对他的吸引力无与伦比啊 怎么话说一半就走了 这般波动是六品炼药成型才有的吧 出自迦南学院放下 难道是活老头的炼丹术又精进了 算了 虽然不怕那些老家伙 但也不便节外生之 老师 这便是地灵丹 老师 如今丹药已成 您还是先回戒指中休息吧 这灵魂体的确难以发挥全部实力 以前炼制六品炼药何需这么久的时间 放心吧 老师 我一定会让您再度重生的 快把炼药收好 难道六品炼药都是这般具有灵性啊 竟然还懂得闪避 也不全是 六品炼药确有一些灵性 但只是极为模糊的感觉 不过这地灵丹经过了古灵冷火的催化 灵性自然会更能育一些 六品炼药便具有这般灵性啊 那更高阶的 岂不是还能口吐人言 好了 现在说这些也没什么用 今后该知道的 你自然会知道 嗯 老师 怎么了 有人正在朝我们这赶来 而且来者实力极为强横 快躲起来 好恐怖的苏特 幸好老师及时察觉 不知是何方朋友 在我内院之中炼丹 能否现身一剑 这人实力 要比那些长老墙上许动 所料不差得好 他应该便是内院 最具威信的大长老墙 莫菲已经走了 别动 对 好 他 是 难道真的走了 没事了 这次确实是走了 站住 这声音 难道还是被发现了 你是何人 转过身来 子言 原来是你这个小丫头 怎么样 我这长老的声音 可以已假乱真了吧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你别怪我怎么知道的 你上次给我练的丹药吃光了 我来找你练药的 嗯 看来我在你眼里就这点作用了 不许摸我脑袋 跟我来 跟我来 这次可要帮我多练职一些啊 小银哥哥 你回来了 嗯 嗯 他们俩怎么打起来了 吴昊吵着要去竞技场 虎家怕他又输掉火农 让吴昊必须赢了他才能去 这小姑娘 应该便是萧颜哥哥提起过的子言吧 是啊 这不丹药吃完又来找我了 你今天拦不住你 薛儿小心 你哭 比你回厌价 啊 啊 抱歉 没吓到你们吧 万一萧颜受伤不能给我练药 就算你们是萧颜的朋友 我一样饶不了你们 萧颜 你快给我练弹药啊 这哪儿来的小孩啊 年纪不大 口气倒不下 算了 不跟你计较了 怎么 还要打啊 兵不厌战 你仔细看看 可不 这女孩年纪虽小 可体内似乎蕴含了极其强大的力量 真动起手来 咱们这儿没几个是她的对手 妈 药材都在这儿了 快帮我练药 这么多药材 你又让好长老大出血了 他非被你气死不可 我 胡说 这药材是我自己在神山里找到的 我生来就对这些天地灵物有感应 才不是偷那个老家伙的 特殊感应 这那月深山中 哪里有灵药我都知道 不过大多数灵药 都有十里强后门魔兽守护 就比如那山谷中的雪魔天原 我去了几次都被他打了回来 后来在那月遇见一个银色头发的女人 我看他顺眼 就告诉了他雪魔天原守护的东西 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得手 他说如果得手 还要分我一份呢 没想到韩月知道地心脆体乳的事 竟然是紫言告诉他的 给你炼制药材 真是消耗力气啊 你总不能让我白看吧 你想干嘛 也没什么 只要我去深山探训药材的时候 你跟我一起就行 随便你 不过我只带你去找药材 如果遇见守护药材的魔兽 你得自己解决 当然是在要我出手也行 比起给报偿 那是当然 成家 东西晚上帮你炼制 你明天过来拿吧 知道了 小眼 听说你回来了 快来给我打一场 竞技场的那些兔崽子 看见我就跑 太不过瘾了 练炎大哥 你先等一等 择日不如撞日 吃我一招 我来陪你打怎么样 怎么是你 小眼可是我照的 他要是伤了 当心我一口吃了你 本来还想多待会儿 没想到遇到个扫兴的家伙 我走了 来吧 这蛮力王在 你也不早说 我刚准备告诉你 你就冲上来吧 你还笑 你知道他的身份吗 嗯 很可爱的小姑娘 可 可爱 如果你看见上级强绑大赛 这家伙把所有的人 都提下场的恐怖场景 就不会这么觉得 没想到你怕着要死的 强绑第一 竟然会是这么一个 可爱的小女孩 有这个怪物照着你 你还怕什么柳晴啊 那个家伙看见她 也只有绕道的份 萧云哥哥 萧云哥哥 刚刚外院传来消息 说萧云急着找你 让你立刻回外院一趟 也不知道 萧云有没有收到消息 我是怕 放心吧 她收到消息 一定会尽快赶来的 萧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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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终于来了 别哭别哭 究竟怎么了 你自己进去看看吧 阿尔哥 我